李文小姐 出殯儀式 現在開始 請家屬 親屬 來賓 依次序送零救 離開本禮堂 八位父齡者 請開步 李文 出殯火化 歌迷出征前夫 八月一號 香港殯儀館和柴灣的歌連成角火葬場不平靜 48歲Coco李文在這天出殯火化 真正永遠的離開了愛他的歌迷和至親好友 殊不知愛他的竟然還有這傢伙 可你跟Coco說話嗎 我愛Coco 我愛你 啊 我們聽錯 外傳三度偷吃的老公Bruce離婚官司都還沒打完 李文就離世了 日前告別是直播時 李文的二姐沒關麥克風就悲從中來控訴 尚不知那摔人是指誰 粉絲已經都認定是Bruce了 你不殺到我們哭哭了 你不殺到我們哭哭了 這個Bruce千里迢迢從加拿大飛香港 趕到火葬場外送救情最後一程 民眾可不領情啊 把Bruce的保鏢當沙包在拍打 懶叫哭者有知 我哭 捶車窗者有知 還願意英語國語髒話 滿天黑被被極哀容的場面 突然火爆失痛 阿龍不大害的我們也是幾個 好啊 李文的二姐在解灰酒後 不出餐廳 你們小心啊 其他飯沒有 二姐四兩撥千斤拒絕回這一題 否則8月1號差點就變成 不禮吃紀念日了 三列娛樂新聞報導 吧 不舒坦